这个小戈壁是这个造型啊 我觉得它不但是翘色 而且这个造型我觉得也非常多特啊 它是个双丛看 先看这一面啊 从这里看下眼睛嘴巴 这是头部之身体 这里好像是个动物 这里这个位置啊 就是那个 它的前爪爪 动物的爪爪 爬了 这么虎丝眈眈的 对吧 爬在这里这么一种感觉 你反过来又看这个 这个石头里面 剩下翘色的这一部分图案 这就像个兔子 兔子耳朵 兔子 感觉有点 有点兔子的那个味道 是这个 小石头呀 所以说这个 大看点 看你怎么看的 这么一看 确实看着还 虎丝丹丹的 有很有 很有气势的这么一个感觉 这是那个阿拉扇 内蒙阿拉扇的这个碧玉 这个这个翘丝的碧玉 是不是很漂亮的 它是个薄片装的 但是也是平等的方案 你看它薄片装 转过来看这边 这边也很美啊 咱们转方案再看看 我看那边 你看看这边 哇 这也够够够炫的 哇 这么美 你看它这个 炫彩这个你看绿 红 对吧这个光是这个炫彩 再看这个造型 造型像什么 要这样看的好像你看 看前面这里 这样看啊这个侧面前面 鼻子嘴巴要要倒掉了 拿起来继续给大家继续给大家聊 刚才说眼睛鼻子嘴巴 是吧 上面是眼睛 就就就这么一块石头 这是很有观赏性啊 两边看起来都都都觉得 有有意思 你看 看着啊 有味道啊 我刚看了半天发现 这里还有点像个人物的 头像 是不是 眼睛眼睛 嘴巴 鼻子嘴巴 是不是 这是脑门在这里 你看这眉毛 两边的眉毛 很形象的一个人物的一个 我拿来搞出来 光线好些 看 看 所以这个其实啊 就这么就这么奇怪 这才发现的 有这么点个味道啊 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动物 再翻过来这边看 真的是看着是这个眼睛 嘴巴 糊糊的啊 很火气的 有意思 真的是有意思 我看着这个眼睛 跟着这边看着 感谢观看